今天有幸你们两位过来 我也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福建闽南的一个名菜 叫酱油水煮的炸鱼 那么酱油水呢 它是闽南代表味型 主要的用料是一个萝卜干 还有这个红葱头酥 那么现在呢 我们酱油水选用的 这个就是头抽来煮的 这个不是8加1吗 什么叫8加1 不是不是就是头抽来的 好 那么一会呢 我们也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也希望你们也播给意见 那我还有个问题 我来的一个酱油水 里面或其他 其他地带的话有这个 有位置分满 这个是有 因为福建叫一山一水一斑田 也是8米大地的 它主要分布是不作为代表性的 嗯喜甜的甜味居多 招类居多 那么福建那边呢 他有酸水加酸水 闽西呢 是一个客家水品 他是以客家菜为代表 哦 还有明北那边 吴宜山呢 他是爱进江西嘛 他那边也是这个流域呢 就辣为主 他比较代表性像 吴宜的薰儿啊 闽西的和田鸡啊 福州的那些招类了 杂招拉招 还有那个荔枝肉啊 一些类型 那我们现在来就 同学 好 世界里 任务 杖中 猪油夏圈 开火 先把这料头变香啊 那个料头我们就是 这边在上播以后呢 那个香的就不错 有点那个蒜汁 鸡汁 鸡汁 鸡汤鸡汤鸡 具备的酥鸡 炒酱油 炒酱油 酱油 这个酱点的精度的油 炒制以后 它会发出一样的烤鸡味 它也更加香 要把它炒泡泡 然后我们加一点 炒鸡汤鸡汤 什么 炒鸡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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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そして白鸡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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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定要给盐吧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就是吃的食材本身的那种鲜点味 对对对 再加一点点鸡饭的时候 让它颜色更共测一点 零分来了 就是盖着锅盖 让它有顺利更盖着锅盖 下面 我给它举一下是吧 几分钟大概 大概两分半了 这就这样啊 再加一点点鲜 一定要加一点点鲜 它可以把它冲出鱼 肉食可以放下肚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